都说食在广东 那在广东当地人都会为过节 准备哪些有特色的食材呢 今年的价格和市场供应又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在深圳一家 网红菜市场的探访 在广东的所有餐饮里面 肯定离不开的就是牛肉 比如说像各种牛肉丸 这个是牛肉 这个是牛筋 卖得好吗 今天要做五六百猪 春节的时候会整个 福度三到五块钱这样子 广东离不开我们的酿汤了 最主要是煲汤为主 节价必要有的汤 是的 是的 比如说我们的乌鸡汤 那么乌鸡汤主要是 主材料当然是乌鸡啦 当然有我们的红枣啦 枸杞啦 还有桂圆啦等等 那现在乌鸡怎么卖价格 14 已经销量了 挺好的 一天大概能卖多少只 300只 二楼就有一些煲汤的原材料 我们的桂圆肝 红枣啊 包括枸杞 这都是煲鸡汤要用的材料 对对对 煲鸡汤啊 煲那些排骨啊 那些比如说素蛋 可以用那个十字八字 可以用十字八字 所以用起来依次也是几块到十块钱左右 一份的那个汤水 再加上一只鸡的价格的话 那也就可能四十块钱左右 应该是这样 在家庭方面也是这样 那么多了 就像是这样的一只鸡汤 那么多了 我先用这个汤水 再加上一只鸡汤 再加上一只鸡汤 再加上一只鸡汤